第二百三十三集 后天巅峰的红衣人 实力已经算不错了 感受到林明背后的一枪 浑身横枪变挡 然而相对林明来说 他的力量太弱 尤其是突破宁脉巅峰后 林明的实力比起当初的雷木白 也得超出一大截 清仓阵员爆发 林明荡开了红衣人的长枪 一枪刺入对方的丹天 子炫枪一脚 丹天粉碎 红衣人再度爆碎成点点的红光 而让林明意外的是 这一次 这些红光竟然有一部分 流向了林明的体内 那是极其精纯的火制元气 流入林明体内后 林明就觉得浑身暖融融的 体内真元的流动也加速了几分 这是 林明沉些心 来感受那些红光的流动 发现他们沿着经脉流转 最后汇聚在自己的丹田之中 滞留在这里 丹田 林明心中一惊 玄机大喜 后天与宁脉的差别就在于 后天气的高手 可以将真元凝聚 存储在丹田中 而宁脉气的武者呢 只能让真元滞留在经脉中 丹田中能容纳的真元 自然比经脉中那要多得多呀 林明的丹田中 这还是首次注入了一丝真元 虽然极少 但也证明着他正在向后天气迈进 真元太少了 修为没什么提高 只是打开了经脉通往丹田的途径 这意味着以后 我从宁脉气跨入后天气的时候 不会有半点阻隔 完全是水到渠成的事 这孤丰大殿 真奇妙 林明正想着 他面前的光点再度凝聚起来 又一个持枪的红衣人出现了 这次对方的修为赫然是半步先天 半步先天 林明兴奋起来 这半步先天的武者 迎谢他又会如何呢 手中子炫枪一横 林明先发制人 在对方刚一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一枪刺向他的心窝 火星四剑 林明这一枪被红衣人挡下了 狂暴的真元把空气撕裂 红衣人挡下这一枪后 枪杆一收反手一枪 横扫林明的脖子 林明身影暴退 手中长枪一番 枪王爆发 万活流远 风吹火起 一条条火柱如同流星一般冲出 一瞬间将红衣武者包围了 然而这红衣武者的实力的确了得 在这种情况下 依旧且战且退 一枪枪的刺出接连刺爆了红色火柱 一连几十条火柱 被红衣武者几个眨眼的时间 就全部点碎了 然而最后一道火柱爆炸的时候 一道紫色的电光 从火柱中骤然窜出 正是邪神钢针 林明把邪神钢针 藏在了万火燎原中 出其不意 电光火石的速度 邪神钢针直接洞穿了 红衣武者的颈部 带出了一连串绚烂的光雨 红衣武者随即 暴随成点点红光 如果不用这种出其不意的偷袭 林明虽然也能击败红衣武者 但却得飞一番手脚 这叫不怕千金 就怕寸铁 暗器这个东西厉害 林明就已经把他这 邪神钢针当暗器石了 红光再次向林明的身体汇聚过来 融入了他的体内 纯净的火之元气流遍林明全身经脉 最终汇聚于丹田之中沉淀了下来 这半部先天武者死后流泻的火之元气 比之前的红衣武者那多出了数倍啊 这种火系元气实在是精准啊 滞留在丹田中就像是种子一样 可以为我日后突破后天打下基础啊 林明心中暗喜 眼看着红色光芒再度汇聚起来 林明心中一灵 毫无疑问 这次出现的将会是先天武者 林明的面色再度凝重起来 先天与半部先天差距极大 他毫不犹豫地动用了脆髓境界的力量 骨髓中存储的真元肆意涌出 林明的气势瞬间暴涨 在红衣人即将成行的那一刹那 林明的身影就如风一般冲出去 紫绚枪刺出 枪芒闪烁 红衣人的身影诡异地扭曲了一下 避开了林明这一枪 锋利的枪芒刺在墙壁上 激起了墙壁上的阵法 剧烈的阵挡 红衣人长枪出手 带着龙吟胡啸之声 一枪横扫林明腰间 砰 红衣人的长枪撞击在林明的紫绚枪上 把枪杆压得弯起 林明身影暴退 红衣人紧追上来 手中长枪如同扑击猎物的毒蛇 一枪刺出 枪芒吞吐 枪本身仿佛有了灵性 竟让林明生出无法抵御之感 这枪法 林明瞳孔收缩 这红衣人只是能量形成的傀儡 却没想到竟在枪法上有如此造诣 身体骨骼发出噼里啪啦的爆响 林明爆喝一声 一个青苍色的真龙虚影在他身后浮现 真龙之音冲天而起 林明挥一枪横扫 这一枪带着风起云涌的大势 直接将对方的枪盲扫断 携身之力 林明也不打算挑战下一个对手了 挑战先天中气他还没那个把握 不如全力以赴击杀眼前的红衣人 随着邪神之力的开启 林明的气势再度飙升 他没有红衣人精妙的枪法 只能凭借着绝对的力量 以力破脚 肆意的枪气撞击在一起 完全密闭的房间中 形成了恐怖的气流漩涡 低等级的武者 只要被绞进这漩涡中 都会焚身碎骨 咔嚓 咔嚓 墙壁表面的守护阵法 剧烈的震颤着 一道又一道的枪盲 被林明强行破碎 一枪扫出 夹杂着雷火之力 然而此时 红衣人脚步一动 身影如同青烟一般消失 林明看也不看 回身紫绣枪一甩 一挤回马枪刺出来 在枪刃之上 邪神钢针呼啸而出 红衣人举枪横挡 邪神钢针连带着紫绣枪 结结实实撞击在红衣人的枪身上 轰 剧烈的爆炸 红衣人被雷霆之力冲飞 重重的撞在守护阀阵上 能量形成的枪身 有了刺刺裂纹 这虚幻的枪啊 自然无法和地界上品的紫绣枪相比 林明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击身向前 紫绣枪刺出 雷火之力 焦龙 雷火煞 这一剂雷火煞 林明只用了三成能量 毕竟是完全密闭的空间 满能量的雷火煞爆炸起来 搞不好把自己都搭进去了 这就好比在这么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小房 你拿手雷去炸别人去 容易把自己也搭进去 红衣人没什么智慧 举着残破的枪来挡林明三成威力雷火煞 结果毫无悬念 轰 红衣人的枪完全被搅成碎片 密闭空间猛的震动起来 在爆炸的真元冲击波中 红衣人身体破碎 化成一捧红光 而林明本身也受了点波及 浑身气血翻涌 右手心血淋漓 轰 红衣人化成的光点 涌入林明身体 比之前的更加浓郁 甚至林明刚才受的伤 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 丹田中凝聚的真元再度增强 为林明突破后天铺好了道路 只要林明的真元续满 就可以自然而然突破后天 甚至不需要在半步后天境界停留 这上古凤族到底什么来历啊 竟然能够建造出如此奇妙的失联场所 也难怪神皇岛把神皇秘境 当成宗门立足的根本 而这进入古凤大殿的名额 更是让核心弟子争破了头啊 身上的伤全好了 林明就思索着 要不要实验一下 与先天中期的高手购个招 看看自己与先天中期高手的差距 究竟如何呀 然而让他意外的事 预想之中的先天中期的红衣人 并没有出现 密闭空间沉寂了下去 林明等待无骨 正在疑惑的时候 一段冰冷沉闷的声音 凭空响起 那是一种林明从未听过 但却似曾相识的语言 尖端的一段话 让林明心头矩阵 这似乎是神域的语言 在林明脑海的记忆碎片里 关于语言的记忆并不全面 他仔细的回想 才勉强把这句话的意思弄懂了 天赋达到战将级要求 可进行最终战将试炼 最终战将试炼 林明的心中一惊 这是谁在说话 这古凤大殿可是已经存在了数万年 乃至十万年 除了那些已经误透生死玄机的神域大能 没人能活这么久 这古凤大殿之中应该没有活物 莫非是建造者的流言 这倒是有可能 某些魔法阵可以记录声音 一直保存很久很久 最终战将测试 这会是什么呀 一道光芒照下来 将林明的身体完全笼罩 下一刻空间扭曲的感觉传来了 大概过了几十个呼吸的时间 林明才缓缓的适应了空间扭曲 带来的不适感 睁开眼睛一看 自己已经被传送到了大殿之外 他身后有一个山洞 而在他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 没有冰川也没有熔岩 只有黑色的土地 散乱的石块和石块之间斑驳的植被 仔细看就能发现 在土中掩埋着许多残剑断脊 甚至还有灵星的骨骼 只是经历了悠久的时间后 这些骨骼已经残缺不全了 一碰就要断 林明心中一动 从地上抽出了几节断骨 对比了一下人类的 看不出什么区别来 上古凤族 是跟天眼大陆的人类一个种族吗 林明的心中不仅有此疑问 就在这时 一团朦胧的光芒 在林明面前闪现 片刻之后 竟是凝成了一个人脸的形状 就像是鬼魂一样 又是能量凝成的敌人啊 林明下意识抽出紫绚枪 浑身针圆流转 随时准备战斗 然而让林明意外的是 人脸竟然张开嘴 尖色的开口道 试炼着 他的声音沉闷而冰冷 不带丝毫感情 他说出的语言赫然是神域的语言 林明愣住了 这样的开场白 难道对面这个如同鬼魂一样的东西 是个智慧体 什么智慧体能存在这么久啊 难道他这数万年甚至十万年来 一直守护着古风大殿 我的天哪 这得多长的寿命啊 你是谁 林明回想了许久 才用记忆中神域大能的语言 艰难的组成了这句话 第一次使用繁琐的神域语言 他的发音非常尖色 不过眼前的鬼魂呢 还是听懂了 我是电灵 这里的守护者 电灵 你已经死了 林明愕然的问道 在天眼大陆 僵尸鬼这都不稀奇 有些舞者已经修炼到 灵魂可以脱离肉体存在的程度 他们死后灵魂脱离肉体 就会成为鬼舞者 靠吞噬魂魄来修炼 死 不 我生来就是这个样子 我是魂族 准确的说 是石魂一族 石魂 林明眉眉一条 他是第一回听说这个种族 岩石有灵 山有灵 大地有灵 当岩石经历悠长的岁月之后 就会孕育出灵 这就是我石魂一族 我族的寿命 如岩石一般悠长 我们的生命状态 这古凤大殿存在的时间 大概也就眼前这家伙睡一觉的 林明猜测 这个家伙就如同乌神圣地的眼墨一样 是被他的主人派来管理试炼的 于是他就问道 我想问一下 最终战将试炼是什么意思 古凤大殿 是上古凤族训练军队的场所 总共分为三级 王级 战将级 军事级 你的同伴参加的是军事试炼 你是战将试炼 林明心中一震 真没想到 这古凤大殿竟然是上古凤族训练军队的场所 这么庞大的规模 该训练出什么样的军队啊 参加何等程度的战争啊 军事试炼 说白了就是士兵训练啊 连穆小青穆定山这些人 也不过就是普通士兵啊 自己也只是将领 那么所谓的王 那该是什么级别啊 林明忍不住问道 王级需要什么样的天赋啊 王级不但需要天赋 而且需要上古凤族的血脉 你虽有微量的神兽血脉 但与我上古凤族 并不相同 变灵的声音 不带丝毫感情 林明暗暗心惊 自己身上的逆淋之血 让对方一下就看出来了 不过也不奇怪 这上古凤族对神兽的了解 自然不是神皇岛能比拟的 最终战教试炼的内容是什么呀 失败了会死亡吗 试炼的内容是在与军队厮杀 失败了可以退回山洞中再次尝试 不过在试炼中被杀就是真正的死了 无论军事还是战将的训练都需要鲜血的洗礼 否则无法面对残酷的战场 我会在一段时间之后过来看你的情况 一段时间 是七天吗 如果七天之内 我无法完成试炼任务又会如何呀 林明不仅有此疑问 听穆定山所说 一般进入古凤大殿的时间就是七天 而听这电灵的意思 自己的实力也就是刚够战将级的试炼 七天内完成恐怕有点困难 七天只是训练军事的时间 战将级的试炼会一直持续到你完成为止 或者死亡 一直到我完成 那会是多少时间呢 因人而异 时间短的只需不足两年时间 时间长的十年都有 什么十年 林明惊呆了 自己一共才活了十六年 修武不过四年多 这电灵一张嘴就是十年 真在这修炼个五年十年的什么概念呢 林明无语了 在一处封闭的地方修炼 绝对没有出去见识各种世面的修炼速度快 何况是这么长时间 说不定神皇岛都会以为自己死了 他还有父母呢 让他们怎么想啊 我拒绝 林明毫不犹豫的说道 抱歉 我只是一个传达者 并没有管理更改试炼大阵的能力 阵法已经启动了 你的试炼在完成之前无法结束 不要急着拒绝 完成试炼会得到你意想不到的奖励 时间越短 得到的奖励越多 什么奖励 林明想象不到 有什么能让他心动的好处 能弥补数年的时间呢 不过话温出口的时候 林明的心中一动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呼吸急促起来 他记得 当初穆凤仙说过 神皇岛本就是普通的宗门 三千年前 因为幽冥帝城的崛起 才不得不举门搬迁到神皇岛避难 那时候 神皇岛的开门祖师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 进入古凤大殿 同时得到了朱雀和青鸾 两种圣兽的血脉 这才造就了神皇岛三千年的辉煌 朱雀和青鸾的圣兽血脉 是可以遗传的 开门祖师的子女之中 有许多便遗传了这样的血脉 隔十几代子孙都不会被冲淡磨灭 比如穆迁与穆冰云身上的圣兽血脉 就是遗传自这个开门祖师 自己身上虽然有了朱雀精血 但毕竟是后天强行移植的 而且移植的手法也是神皇岛自创的 未必高明 只是一点点朱雀精血 林明身上的血脉 那还是淡得很 如果能够得到古凤大殿移植的 这两种血脉 将血脉浓度提升到 跟神皇岛开门祖师一样的水平化 修炼朱雀进神路会有如神柱啊